唯有祂是荣耀 尊贵佩的赞美 在宝床上的真身高扬 来敬拜祂 高声起来颂养 在宝床上的高扬 在宝床上的高扬 主要说我们欢迎祢在我们当中 在宝床上的高扬 主要说我们的敬拜要成为祢的宝座 我们的敬拜要成为祢的宝座 神祢亲自今天在这里助着为王 神祢不单止掌管我们的生命 并且你掌管全世界的每一个关系 每一件大事的小事都在你里面 神我们知道 只要我们在这里向祢祷告 在你的宝座前向祢祷告的时候 神祢必定会去改变这个世界 神我们就暂留在基督徒的位分里面 神我们就跟你说 神我们要见到世界的改变 主要是由祷告的开始 祝多我感谢祢 多谢祢奉着耶稣基督圣命地求 阿们 阿们 好 各位现场和现场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现场以及现场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阿Tim 我是阿Tim 今天我们很特别 今天我们很特别 因为我们要退早了汉建列国的时段 因为我们提早了看见列国的时段 我们今天要祈祷的位置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祷告什么呢 就是刚刚这个周末举行了G7的峰会 在英国那里 就是刚刚这个周末在英国 举行了G7的峰会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 不知道什么叫G7 我可不可以说一点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什么 所以G7我可以解释一点 G7就是全世界最有钱 比较有钱的七个国家和民主国家 G7就是全世界比较有钱的七个国家 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在谈未来世界的方向 他们会聚在一起谈谈未来世界的方向 很多时候是美国牵头的 很多时候是美国来开始的 G7包括意大利、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G7包括意大利、日本、英国等国家 这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拜登第一次牵头 这次就是拜登第一次牵头 并且它延续之前上一届总统的对华强硬政策 并且它是带了之前的总统带出来的政策 对中国要继续强硬的 对中国要继续强硬 比如在G7峰会的讨论结果里面 例如在G7峰会的讨论结果里 他们七个国家决定一起 有一个抵抗一带一路计划的计划 这次的国家有一个统一要抵抗一带一路计划 并且高度要说我们要查新冠肺炎的起源 并且他们说要查新冠肺炎的起源 亦都很介意香港、台湾和新疆的问题 也很介意香港、台湾和新疆的问题 所以对中国来说 中国的感觉就是他们一起牵头去打压中国 所以对中国的感觉就是他们一起牵头来打压中国 并且是延续之前特朗普对华强硬的政策 并且延续特朗普之前对华强硬的政策 可以看到他们是很好的决心去对付中国 可以看见他们很有决心要对付中国 我们看下一张 不单止G7 不单是G7 G7开完会之后还有一个叫北约的高峰会议 G7开完还有一个北约的峰会 北约是一个以美国牵头的军事组织 北约是一个由美国牵头的军事组织 他们冷战时间成立就是对付苏联的 他们在冷战时间是对抗苏联的 现在冷战完了 他们的第一个敌人都是俄罗斯的 虽然在战争结束 他们第一个对抗的还是俄罗斯 但是这次北约峰会第一次说 我们都要去处理中国的问题 但北约峰会这是第一次说 我们要处理中国的问题 简单来说 这个北约的组织就是 No.2的敌人就是中国 简单来说 北约组织的第二个敌人就是中国 所以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对中国来说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我们看一下 中国的回应是很强硬的 那中国的回应也是很强硬 那这些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都不用特别说了 这些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所以我们不特别说 所以我们看到中美关系 自从特朗普年代到现在 变成了新总统率 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看见在特朗普 去到现在都是停留在低点 到现在也是停留在低段 在历史里面 有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 在历史国家 这些国家崛起的时候 总是会引起很多国家 想把它压低 总是会引起很多其他国家 要把它们压下去 无论是以前的日本、苏联 或者德国 无论是以前的日本、苏联 或者德国 很多时候会甚至引起 战争或者冷战 很多时候是战争或者冷战 所以其实现在中方和西方 都处在这样的位置 所以现在中方和西方 都处在这样的位置 大家对中国国家很没有安全感 大家对中国很没有安全感 觉得中国是很难去的朋友 觉得中国是一个很难成为朋友 所以我们要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的祈祷 所以我们要为中国和西方国家 的关系来祷告 让这些爭第一很血气的东西 求神不是要我们爭第一 让这些好像真第一这样学习的事情 不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事实上西方人 西方文化很难了解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事实上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爱好 友善友好的一个民族 我们常常讲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 甚至中国人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五合四海什么都接兄弟 接弟兄 我觉得我们来祷告 特别是像在我们在香港 在香港从秦朝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历史我去研究过 所以台湾也是 甚至周边的这些所谓的海岛型的国家 都是 我觉得我们好好来为 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公义公平的神 能够来化解列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让他们更明白我们 我们一起进入灵里面的祷告 我们一同开生 求神更深的来介入在都其中 当西方世界好像要用一个强硬的态度 来对待中国的时候 当他们会发现中国人的真 中国人的友善 中国人的美好 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能够做些什么 还是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特色 这整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更多的来呼求我们的神 求公义的神 求公义的神 进入那个其中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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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来呼求你 公平公义的神 我们在这里来呼求你 主你是为关系而始的神 你是为关系而始的神 主啊 主啊 中国是你所存留的古国之一 主啊 你来看顾我们中国 主啊 你来看顾我们中国 主啊 你在中国来掌权 主啊 你的公义公平在中国来掌权 主啊 你来化解中国跟列国之间的紧张的关系 主啊 你来化解中国跟其他国家紧张的关系 因为你是为关系而始的神 因为你的始是带来和平的神 主啊 求你的和平降临在中国这一块土地 降临在中国与列国之间的关系的里面 主啊 是的 我们来到你面前 感谢你 谢谢你给中国是一个 使人和睦的民族 主啊 我们为中国来到你面前 祷告说我们敞开心在你的面前 主啊 让列国可以认识中国 让列国可以认识中国 主啊 除去一切无谓的战争 主啊 无论是言语的心思意念的战争 主啊 经济的战争 甚至乃至于军事的战争 求你全然地执行 全然地执行 祂叫列国都因中国而得一处 祝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接下来呢 我们为中国去祈祷 我们来看一些中国在中西关系里面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要为中国祷告 我们看一下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历史 在这一百年里 那在一八年里 中国从前是受害人 中国从前是受害人 那你见到那个卡通都见到了 那你看见 左边那个图片的卡通都看到 大家都会认识清末的时候 列强都会侵霸中国 大家都知道在清末的时候 列国都会侵霸中国 很多地方都被外国有影响力在里面 很多地方都被外国影响在里面 所以中国人一直有一个受害者心态 所以中国一直有一个受害人的心态 觉得世界都害他 直到现在他都有这样的心态 直到如今他们都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你听中国的新闻 你会闻到一股味道 所以你听中国的新闻 就会闻到这样的味道 但中国到今天已经富强起来 但中国今天已经富强起来 但又从受害人变成敌人 但又从受害人变成敌人 西方或者有些国家会觉得 中国崛起就是敌人了 西方或有些国家会觉得 中国现在兴起就是他们的敌人 今年刚刚是八国联军的一百二十周年纪念 今年刚好是八国联军的一百二十周年 就是当时清朝的时候 那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些练神打的中国人 有一些练神打的中国人 就去杀害外国人 去杀害了外国人 因此引发有八个国家一起入侵北京 因此引发了八个国家来入侵北京 刚刚开完G7峰会 这么巧刚好开完G7峰会 有些中国的网民就想起这件事 有一些中国网民就想起这件事 我们看到黑白照片 就是清朝影的八国联军照片 我们看到左边的黑白照片 清朝的时候拍的八国联军照片 最矮的一个就是日本 最矮的那个是日本 但是呢 G7那个就是刚刚网民去 自己 但右边这个G7的照片 是网民自己修改的照片 网民就说G7一起欺负中国 这些网民就说G7以下就是欺负中国 就好像以前八国联军 就很像是以前八国联军一样 一百年前八,现在就七 一百年前是八个,现在就七个 所以中国一直都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 所以中国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 中国虽然都有它的问题 虽然中国都有它的问题 中国可能在人权上,网络的安全上 虽然它在人权上跟网络的安全上 是令西方不能接受 让西方国家不能接受 但我们要为中国祈祷 但我们要为中国祷告 我们要求神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祝福 我们要求神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祝福 中国人不再觉得自己是被害者 中国人不要再觉得自己是被害者 既然神现在祝福中国的经济 以及很多人信耶稣 祂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 祂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 好像现在中国 很多疫苗被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很像是现在中国有很多疫苗给了发展中的国家 虽然有人说它是背后政治目的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 虽然有人说它是可能有政治背后的目的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就在祷告里面 让中国真的成为世界的祝福 我们要在祷告里 让中国真的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 而这也是神对中国的心意 而这也是神对中国的心意 弟兄姐妹我们来为中国祷告 中国需要基督 因为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交给华人的 就是交给我们的 当我们来为中国祷告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必然述处处来成就 而且当我们在为中国祷告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要宣告一节经文 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九节说到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中国要成为神的儿子 中国要走出这样一个受被害者的情节 就像刚刚所分享所报告的 无论高矮胖瘦 在神的眼中都是珍宝 虽然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了解上一代他们所经历的 但是我们相信祷告能够去改变 祷告能够去改变 中国必然能够走出 这个被害者的这样一个情节 成为和平之子 成为这世上的祝福 我们同意进入到灵的里面 来为中国来祷告 在每个伤害之处 求神的医治来领导 在中国每个伤害的地方 求神的保守也领导 在那个怀疑信心软弱的地方 求神来领导 哈雷路亚 我们三三哈雷路亚 一同来为中国祷告 祷告中国走出这被害者情节 成为和平之子 祝福全地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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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в 服辰這麼一聲 主啊你定業來註歐中國 善 layers 蓬玉 善根零 有個傷害的地方 主啊我們都要看到 要生命術的氣息 有競說 主啊 主啊你還確定 我們在這裏 封裡面的祷告 更多的醫治的領導 主啊!主啊!主啊! 主啊我們在這裏 来呼求祢 主啊我们在这里来呼求祢 祢来医治中国的伤痛 主啊中国才 才一百多年前被刮分 被分割的伤痛 主啊祢最知道中国百姓的伤痛 祢知道中国的难处 但是主我们相信 当我们在这里来呼求祢的时候 祢就医治 主啊祢就医治 祢就讲祢的爱 祢的残果 将祢在中国全力 主啊那个被刮分的伤痛 主啊祢都要来医治 主啊祢都要来医治 主啊祢要让中国成为和平之子 因为中国的友善 祢就要来祝福中国成为和平之子 成为未开发中国家的祝福 主啊我们为中国向祢献上感恩与赞美 主啊到如今 中国都还存留着我们献上 祷告在这里 我们呼求祢 主啊我们赞领你 你让中国由软弱变成刚强 让他们本来贫穷的变成富足 主啊并且看到他们越来越富足 能够供给世界很多地方 疫苗的需要特别发展中国家 我见到你将封信放在中国的里面 求主你自己继续去医治 让这个被害者的心态情结 从中国都完全退出去 主要他们是祝福人的 他们是祝福人的 主要宣告呢 中国必清迷神的义治 因为他们是祝福人爱人的 多谢赞美主 我在这里想要做一个先知心的行动 如果你可以的话 请你用你的手牵住你隔壁的那位弟兄或姐妹 当我们为中国祷告 事实上我们的学义里面真的很复杂 有汉满 蒙回 藏苗瑶 我们是这样的主儿 DNA 待会等于印上姐妹来为中国祷告的时候 我们求圣灵更深的进入到我们当中 因为成为和平之子 是要付上代价 不单单支持在爱与信任的里面 甚至你要摆上自己的姓名 如同耶稣在各个他上一样 但主我们说我们愿意 因为我们有个爱中国的心 我们爱中国 就如同耶稣爱我 我们随不明白 但是我相信在120年后的今天 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来为中国祷告 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也是恩典 我相信有神自己的美意在这当中 特别是我们当我们听见生命树的侵袭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这个人生命改变的时候 我同样相信 当我们进入到中国的每个地方 那块土地也必然得到全然的遗志 是的主耶稣我们向你来支取 你在以赛亚书第49章11至12节的预言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国来 主啊这全国的军队要兴起 这是你的应许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中国决起不再是一个神话 这是你的命定 中国人要进入这个命定的计划 主啊你挪走一切的封烟 一切的道枪 主啊你止息一切的征战 无论是历史的伤痛 主啊让中国能够走出历史的伤痛 主啊中国能够起来将爱来释放出去 主啊现在已经是这个时刻 主啊你感动中国政府能够这样来支持 这些贫穷的国家 让疫苗能够去到帮助他们 这就是中国把爱给出去的时候 主啊我们宣告 诗篇133的恩告 要完全的领导 完全的领导 领导中国和列国的关系当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这是早上我特别跟丁丁说的 可能现场没有背景音乐 但是我用我们的领来跟神唱 这首一定大家都会 中国需要盼望 中国需要耶稣 中国需要喜乐 因为被压抑的压抑得太久了 所以我们要唱一首歌给中国 也透过这首歌成为我们为中国的祷告祝福 神明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神明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 我要 我要唱那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头上的乌云 心里的忧伤 全都发落 神明的河 心里的忧伤 全都发落 主要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 主要是你可以使中国所有头上的乌云 全都吹散 全都吹散 主要在中国 主要数千数百年来所有的黑暗 乌云 痛苦 战乱 奉耶稣救命宣告 全都吹散 全都吹散 祝你亲自恩待中国 祝阿玛和平赐给中国 把和睦赐给中国 把平安赐给中国 我们奉耶稣救命宣告 中国愿意起来成为世界的祝福 祝中国愿意起来 祝成为列国的祝福 祝求你心望中国的教会 心望中国的教会 无论在哪一省 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地区 主要每一个奉你的名聚集的教会 你都心望 你都发望 你都使恩 主要赞美你 主要让我们都一起养起基督的惊奇 主要养起你的十字架 主要好叫中国因你而得福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 保佑耶稣基督报告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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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않을 Mt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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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全 lok write in the English 美你而往 штρα rai'an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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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亮丝 心念心 高居今 all 伤手 祝求祢 扬起祢的脸 扬照我们 愿属祢的子民 地匿跟随祢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中国来宣告 中国已经被押制120年 从白国联军 所以我们用和西亚书六章一到三节 所有的我们 我们都打出 我们都说中国改变成中国 来吧 中国归向也可滑 它撕裂中国也必一致 它打伤中国也必残果 所以我们把所有我们都变成中国好不好 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 来吧 中国归向也可滑 它撕裂中国也必一致 它打伤中国也必残果 过两天它必使中国苏醒 第三天它必使中国兴起 中国就在它面前得以存活 中国不要认识耶和华 全力追求认识它 它出现却如曾光 它必领导中国像干雨 像滋润天井的春雨 阿妹 阿妹 我们一起打 我们一起击鼓 吹号轻声 求传福音的天使去到中国 传福音的天使要去到中国 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认识耶和华 好像和西亚书一样 要认识耶和华 我们追求 Jes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祝我们宣告 脚身吹起来 祝阿民的 拆遣你的使者 吃到中国 祝阿让中国 每一个人民 都能够相信你 认识你 一切的匣子 都要离开中国 祝这样节快土地 成为你 和喜和乐的城市 阿们